而在立法院今天举行了各个委员会的赵伟选举 在八个委员会十六席赵伟当中 国民党拿下九席 民进党则有七席 其中负责审查两岸服貌协议的内政委员会两位赵伟 分别是国民党的张庆忠 以及民进党的陈其迈 而国民党布下了重兵 清一色找来八位男兴立委加入 而民进党则是只派出了邱逸营靠娘子军来押阵 立法院新会期多项法案等着闯关 赵伟改选 蓝绿双方严密部署 而总统马英九多次强调 两岸服貌协议一定要过 让负责主要审查的内政委员会 赵伟由谁出任格外受到瞩目 张庆忠委员 陈其迈委员 为本会期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 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接续上个会期 要继续推动让服貌过关 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坚决严格把关 经过八卦未来的那一场奥市场的公厅会 通过服貌是全民都有正面的公司 委员会立法院是讲道理的地方 不是动手动脚的一个地方 但是国民党只要动手动脚 黑箱谈判在先 多数暴力在后的话 那民进党一定会硬碰硬 服貌协议两位召委各自肩负重责大任 国民党本会期在内政委员会主打撞钉牌 八位成员亲一色都是男性立委 而另一头民进党内一枝花 要靠曾经一脚踹坏法务部长办公室 大门的立委邱毅盈 我们现在组成流星花园F4加三菜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经过更加详细的沟通 跟讨论 而不是准备用撞钉用打架的方式来处理 两岸服贸协议朝野立委摩拳擦掌 新会期改选新招委 蓝绿布局16席召集委员中 国民党拿下9席民进党7席 这会期的朝野攻防已经悄悄展开 有电梯的蓝用森刘一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